一年一度的國慶大典 主辦單位將安排各式各樣的表演 而其中呢 北一女的樂儀騎隊受邀演出 是絲毫的不敢大意 為了要在國慶的大會上 有著精彩的表現 所以是從暑假就開始訓練了 對於剩下不到一個月 即將到來的國慶 他們是既緊張也期待 備戰國慶演出 即便只是彩排 北一女樂儀騎隊 還是有模有樣 刀的話就是因為速度比較快 所以在轉的過程中 會需要注意不要砍到自己 然後就是要每個動作 要做得非常俐落精確 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工 為了即將到來的國慶表演 從暑假集訓到現在 但在準備的還有他們 總統府前工人搬進搬出 國慶氛圍悄醬醞 雙十當天凱到前 也將首度開放五百位民眾進場 共襄盛舉 但如果來不成 也沒關係 十月九號別錯過國慶晚會 今年首度遺失基隆 市政府估計將吸引一到兩萬僑胞 還有貴賓齊聚歡慶 但國慶的最大高潮 絢麗煙火揮灑空中 去年在屏東的國慶煙火秀 今年搬到台南安平 漁光島施放 要慶祝國慶到時各縣市 也得趁著廉家好好沖沖人氣 歡迎收看彭煥 林業峰偉 台北報導 搞不好 今日他人的照片